这个蟹爪蓝 这个蟹爪蓝准备进入了它的花期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给它做一些小动作 做这些小动作的话 这个蟹爪蓝就很难开出花篮 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 掰去新长出来的小叶片 因为这个时候长的小叶片 消耗非常多的营养 所以一定要把它掰掉 让它保持这个能量 促使蟹爪蓝花芽分化 等待开花 我们把这个嫩的叶片给掰完之后 下来就是控制好它的光照 因为这个蟹爪蓝是属于短日照的植物 如果光照太多 不利于这个蟹爪蓝花芽分化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最好是用一个纸箱 或者是黑色塑料袋子 每天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就把它盖起来 等到第二天早上 到个十点或者十一点 再把它打开 让它接受这个光合作用 这样就非常有利于 这个蟹爪蓝素食开花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蟹爪蓝的一些 吹花小技巧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